老虎尽管厉害 但还毕竟是自然界的一个动物 人是有社会组织的 这样一个更高级的动物 所以老虎遇到人 往往人能够战胜老虎 人有组织性 一个人不敢打老虎 那就一群人 人还能制造工具 还可以制造远射程的 这样的一些武器 不过打裙甲 一群人去打老虎 总显示不出人个人的力量 如果在热兵器 发明以前的古代 元代以前 如果有一个人 他能够打老虎 那一定是非常有力量 有速度 还有点智盲的人 有这样的功绩 他就会得到当时社群人们的拥戴 老虎 或者是捕获老虎 就会成为这个人 他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 好比说用老虎的形象 作为投官 尤其是像盔甲上面 另外呢 用老虎作为代扣 我们看在草原地区 有很多老虎造型的代扣 当然如果能把老虎做成权杖 握在手里面 那更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在三星堆出土过这样的一件老虎的形象 这个老虎的形象比较奇怪 一般的老虎不管是立是卧 总是身体身躯是前后一体 而这个老虎立在一个圆形的圈座上 身体却分成了两半 这两半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圆形 跟下面那个圆形的器座 它的内径是差不多的 虎头两个耳朵也是一个弧形 竖起的尾巴基本上是垂直的 这是一件什么功能的器物呢 根据我自己的分析 它是一个权杖的座子 这个权杖的杖手是一个龙的形象 老虎是这个龙虎杖的座子 也就是杖尾 杖手和杖尾之间 是用很粗大的一根木头作为杖身的 但是木头是有机之文物 它会腐朽 所以只有杖手和杖尾遗留下来 这样的一个龙虎杖 这样的一个龙虎杖 出土在三星堆一号埋藏坑里面 三星堆人尊虫鸟也尊虫龙 但是他们把老虎是搁到龙的下面 就表示只有这个权杖的人 他有征服老虎的力量 我想这一柄巨大的权杖 一定是三星堆最高统治者 握持的这样的一柄权杖 当我们的社会 就是从氏族社会进化到国家以后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他除了行政权力 宗教权力以外 另外一个权力 那就是军事权力 作为军事权力 最重要的当然是统领军队 古代的军队 它可以抵御敌国的侵犯 但也可能会造反 所以为了防止统军将领的造反 古人就想出了一些制约办法 就是这个军队 要有多大的规模出去 要发军 那么就必须要有凭证 这个凭证 就是图片上的虎幅 这个虎幅 它是一分为二的 有一块是在最高统治者的手里面 另外一块 将领或者是地方官员 所赐货的一块 刚两块合在一起的时候 军队才能够调动 所以这也是一种古人智慧 我们就会去评论 我还可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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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